好啦,那四個螢幕都開箱完了 接下來我們就來做一些深入測試 來比較一下 到底每一個螢幕有什麼差別 然後我到底會買哪一個螢幕呢 OK,那四個螢幕都開箱完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來深入分享 我們每一個螢幕的優缺點 然後還有每一個螢幕的特色 到底有什麼功能的不同 然後最後來挑選一個 我覺得最棒的螢幕 來吃就行